眼皮频频跳动 小心这不是豪彩头或是灾难的征兆 而是你的眼瞼静磷了 日前有一名53岁电脑工程师男子 左侧眼皮有跳动现象 相信俗话说的左眼跳财 借此去买彩券 却在门诊后发现确诊眼瞼静磷症 那一般人心里就想 就是说有个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那就想说趁着这个好彩头 农运营先去买几张这个热透看会不会撞击 但是农运营过了买的热透都没有撞击 那更惨的是左边的眼皮越跳越严重 甚至右边的眼皮也开始跳动 那最近甚至跳到眼睛都没有好张开 所以严重运讲到身旁身旁 那心情也受到打击了 所以就来到本面的神经科运营 那这是他当时的症状 那眼皮跳到几乎就影响他的日常生活 眼睛竟然正常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眼睛的 这个眼面神经不正常的放电 然后造成这个眼睛在跳到 那我们等一下做检查 当然第一个现在要排除他恐怖有没有其他疾病 造成这个神经的放电 我们看起来是大部分是没有长什么东西 那所以给他诊断是那个颜碱痉症 叫做Breth-Ox-Ozern 那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治疗 然后最后给他用这个肉毒感去注射 那很快呢他的症状就完全恢复正常 那可以去正常工作 那心情不会再欲慕 那颜碱痉症是一种特殊的脊部肌肉脏力 隐藏症 大部分是原因不明 那只有少数的是由于脑炎 八天生症脂 吐药精神早病腰部 这种所造成的 那浩发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 难以比大概三比七 那早期症状就是眼睛疲劳 痠胀胀胃光 那甚至有些会被诊断成肝炎症 那接着这个眨眼的次数就慢慢会增加 那接着这个颜碱痉症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 那有些病人严重的时候 会到这个颜碱痉不开来 影响到正常的视线 那所以根据研究 这些颜碱痉症的病人 其实就是说因为早期症状很不明显 所以这个有这个论回过在研究 就是说大概有一大半的病人 他会在一年以上才被接受正确的诊断 所以这过程当中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会引发焦虑症甚至忧郁症 那目前呢治疗颜碱痉症的口服药物 有抗西弹炎药、痘巴胺、正义剂 还有肌肉松殖剂 那不过口服药物呢 往往效果很有限 那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在眼光四周注射 肉毒感菌素 一般注射后一到两礼拜 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注射一次来 遥效大概维持三到四个月 那所以提醒民众 就是如果领域跳动不正常 持续超过两个礼拜以上 而且或者已经影响日常生活 应该尽快就应 那早期接受适当的治疗 一般可以得到 很快得到很好的疗效 那早期治疗也有助于 明显改善日常生活 那避免无畏的焦虑 跟犹豫症的发生 严见症状症 严重时恐会影响视线生活 甚至眼睛几乎睁不开 门诊医师还发现 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因此患上忧郁症 情绪大受影响 如果说影响到正常生活 而且持续没有改善的话 那早一点就医 把那个原因查清楚 那做一些适切的治疗 那这样可以明显改善 生活品质 而且可以预防不必要的 这个焦虑症 忧郁症的发生 那会再复发 会 有些会再复发 那目前的治疗 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 那目前最有效的药物 就是在眼眶四周 注射肉毒杆菌素 那一般注射之后 一到两个礼拜 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那注射一次药效 最少可以维持三到四个月 那当然要退掉之后 有些病人就会停下来 那但是也有一些病人 如果再复发的话 可以再重复治疗 这个盐检菌症症 开始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 比较轻的症状 像眼睛干涉疲劳 那眨眼次数增加的现象 那所以呢 一开始 甚至有些会被诊断成干眼症 那或者有些病人 他就没有就医 所以根据论文研究 大概这些病人 往往会拖到一到 大概半年到一年以上 才会得到正确的诊断 那这样的话 治疗上有一些 延迟就会造成病人的紧张 甚至有些病人 会引发忧郁症 是 因为他不是肝炎症 只是他症状看起来 像肝炎症 就会被误以为肝炎症 那用肝炎症的 这些盐药水治疗 当然没有办法改善 他的盐检菌痰的症状 那病人就会引起 这些紧张焦虑 好在治疗后 几乎可以恢复正常 医师也提醒 若眼皮持续跳动超过两周 人未改善 就应立即就医 只要做出正确诊断 与接受治疗 都能够很快得到效果 避免久病 引发无畏的焦虑和犹豫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